大家好,我是石玉兰 一起来关心9月2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首先带来关心的是地方建设 县长许正卫为了让农业道路安全以及便利 29号这一天会同了县政府相关局处、乡公所等单位 联合会刊、复理箱、树建农路以及排水沟改善等工程 并且也听取了农友的需求 花莲县长许正卫为了要让农路道路安全以及便利 29号这一天会同县政府的相关局处 乡公所等单位联合会刊、复理箱、树建农路 以及排水沟改善等等工程 并且听取农友的需求 今天针对于我们复理箱的部分 各村长提出来有关有一些农路 还有有关于花76、74的部分 我们再来看一下 因为有一些县政府在今年已经发包了 有一些可能是路面还需要再加强 或是编波的部分 其中新兴村的马家路溪桥 铁轨下方寒洞的野溪治理工作 一直迟迟都没有下文 也进行多次的会刊 没有任何动静 县政府一行人也来到这里进行更进一步的了解 另外县长也针对农路的部分进行会刊 希望给农民安全的道路 另外农路因为花莲在南区是我们的稻米之乡 所以这个农民耐以为生的这个农路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能把它改善 让我们的农友在进去比较安全 县府更是特地针对老旧的农路进行会刊 不放过任何的角落 县府将益柱金被施作工程 提供农民安全公用农路 保障民众交通运输安全 记者高双双副理箱采访报道